一擊138公里速球 擊中仰代岡左手 右嗓立刻往旁邊一閃 表情痛苦蹲在地上 否則受傷手臂 一旁工作人員也立馬衝上前 攢扶將他帶離球場 放慢速度再看一次 楊代岡舉起球棒準備回擊 想不到卻被留意 也投出的訴求不偏不以 擊中左手臂 這一擊把現場所有人都嚇壞了 左手臂的下方是右手臂的部分 最危險的地方 對 非常危險的地方 日本職棒巨人隊 三套對戰中日融隊 楊代岡首次在客場作戰 但開賽才第五球 就被觸身球擊中被迫退場 送一後確定左手臂骨折 近期賽卻恐怕都無法參與 楊代岡參賽受傷 已經不是第一次 哇 這一球投出了一個 同步的初生球 哇 楊代岡是相當的生氣 去年六月日職巨人出展卵鷹 楊代岡六局下遭卵鷹投手 一近146公里速球擊中投盔 休息了好一陣子 甚至前年五月還因為華壘 造成左手嚴重補折 花一個半月時間復健才重返球場 沒想到才剛復出 楊代岡一上場 就被觸身球砸中左手 退場休息 也讓粉絲相當擔心 這個球技會不會因此又要跑堂了 記者邱小倩綜合報導